我们看下一个例子 最后呢 我们是通过路由呢 是通过History来实现的 那本质呢 是一个站 所以在这里呢 它会用到Push和Pop 或者Replace 这个其实很简单的 那么我们这里呢 主要说一下 那个Redirect这个标签 它会形成一个自动的跳转 这自动跳转是什么意思呢 只要这个Redirect这个东西渲染出来了 它就自己跳 这看起来感觉 这个它自己跳的这个过程呢 有点像 有点像你掉了这个 这个那个代码一样 但事实上来讲 这个地方也是可以跳的 那我们来试一下这个东西 在这儿 另外一个Folder 07 大开 07呢 我们直接拷贝02 Ctrl C Ctrl V 然后呢 除此以外呢 这是我把现在的这个东西 保存成06 Ctrl C Ctrl V 06 然后底下呢 我们现在开始编写07的 在这里编写07的代码 07呢 我们先把 其实07的这个代码 跟02很像 我们从02的基础 改改 Ctrl C Ctrl C 啊稍微修饰一下代码啊 07 那么这个地方呢 这是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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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07以后 那么这儿 该有都有 那么我们都用这个方法来写 啊 上面对应的是07的 123 没有问题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 加一个 啊 我们把第一个 这个配置1的这个地方 我们增加一个 redirect 增加redirect的话 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 redirect的标签 redirect的标签 是属于 啊 这个 也是从哪儿来的 它不可能凭空 掉一个标签出来 redirect from 啊 react router 好 拿到它以后 那么我们在这儿 直接 redirect 啊 redirect to to的就是它要跳的地方 杠 配着 所以来讲 那么它底下 这儿我写完了以后 它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呢 大家应该能意识到 就是说 正常来讲 我开始的时候 缺省就 加载 那个 配置1 加载配置1的时候 配置1里面缺省 就是redirect 那么redirect自动跳 也就是说 我们应该刷出页来 看到的就是 配置2 看不见配置1 对吧 你看吧 现在我到这儿 直接它就跳配置2了 你看啊 我是把这个东西拿掉的 这是删掉了 对吗 回车 它跳完了 直接到 那个 呃 配置2 而且它的UIL 变成了 为什么呢 它这些 就是redirect 是什么意思 它先到了 配置1 到了配置1以后 读到这个东西 立马开始跳 跳配置2 就相当于点了一下 配置2一样 所以你永远看不见配置1 这个就是redirect的作用 OK by bwd6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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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